小秦毛这个婚外情啊 一直是他的一个大弊病 当时啊他的小 他爸呢 他的这个史丹利啊 他的爸爸也开始呢 蹭他的热度 有一次呢 这个记者就问他 说你儿子啊 这些行为是不是就是学你啊 因为你好像是不是也对你的妻子 夏洛特不忠啊 结果呢他父亲说啊 这些问题不太好回答 其实我在很多重要的方面 我是挺重于我老婆的 而且这婚外情也不是他从我这里 继承下来的唯一的点 品质 出乎意料的是啊 反对党工党那边 也就是这个人啊 他叫Landover 他对此呢 却挺同情小秦毛的 说其实小秦毛啊 只是很欣赏那个小情人 Helen 因为不是Helen在帮他们这个议会啊 又筹资啊 又什么的啊 而且是免费的 没拿一分钱 而且呢 他觉得啊 就光这点裤裆的事了 其实并不证明小秦毛就是个坏人 只是不过呢 就是男人都有的那种弱点 就是渴望爱呀 或者是渴望被关注 应该说啊 小秦毛在这个伦敦的议会上的人员还真不错 你想着连这个反对党的那些人啊 都在原谅他 比如说那个行为准则委员会 不是就关于他雇用这个小情人这件事啊 不是也搞这个调查吗 因为你没申报啊 你让他认的这个职位啊 确实不合适 虽然说没拿一点钱啊 但是在这个行为准则上是必须你应该申报的 而同时呢 这个海伦呢 也在申请就是媒体啊 禁止去胡说 说他的那个女儿就是这个父亲 就是小秦毛 可是呢这个法官说那个言论自由啊 再说你拿出什么证据啊 人家那不是议论议论吗 你是公众人物吗 被法官给驳回了 应该说啊 小秦毛这一辈子 他的职业生涯 或者从政生涯 他真的很幸运 幸运之神不断的这个光顾他 你看啊 那第一次他要申请这个当这个竞选吗 或者怎么样的啊 比如说都是某一个人哪天碰见了 完了以后就开始推崇他 一个一开始那个女记者呀什么的啊 应该说幸运之神老眷顾 其实那个时候啊 卡梅隆有一个通讯主管 就那个库尔森 就这个人 他其实以前啊 他是那个世界新闻报的编辑 就不是那个时候就偷听过 不光是小秦毛了 好多人的这个电话 他为了爆头条嘛 为了拿新闻嘛 就是干过这种非法的事 没想到这时候曝光了 被人发现了 一下子呢 把小秦毛那个婚外情的事啊 就给挤了 结果呢 这个事成了头版头条了 当然卡梅隆是被这件事呢 挺恼怒的 可是他真的喜欢这个人 所以他还在继续留用这个 他的这个新闻主管 其实这时候啊 卡梅隆的这个唐宁街 也在岌岌可危 当然这一岌岌可危啊 其实对小秦毛是挺有用的 就等于他需要小秦毛的这个光环嘛 那小秦毛在跟这个 尤其是在财政上啊 跟那个左网右臂奥斯本 讨价还价的这个 说话权就大了 尤其是关于这卡梅隆 一直都讨厌的那个 横贯东西走向的那个地铁 在这资金上啊 就争 最后逼的啊 这个奥斯本的财政大臣 终于同意了 说这个可以 但是呢 可能啊 我今年给不了你了 我明年开始给你 完了呢 你这个完工啊 也可能延迟一年 因为你要是想提前完工 那不是马上奥运了吗 你提前完工 恐怕这预算呈又上去了 另外呢 但是呢 你还得同意我 一个条件 就是你至少啊 把这个里边的预算 给我卡去 15亿英镑去 当然在这个维修 现有的地铁上啊 因为那地铁也老的啊 各种维修的团都需要 也一大笔资金呢 也给批了 当然附加条件呢 就是你得裁员 给我裁出3000人来 那么呢 你四年之内啊 你必须在地铁里边 你给我省出 50亿英镑来 弄的这个小金毛啊 就跑到那个党代会上啊 就大肃苦水 说你看见没有 你们在大街上啊 要是看见有什么办公桌 在那卖 那就是我们 我们伦敦运输局的 我们为此卖了 4232张办公桌 当然奥斯本也觉得 自己挺满意 至少啊 在小金毛的建议下 他真的让土地发展局 这个机构 直接给关闭了 这样呢的话呢 就让中央啊 直接每年省出了 5亿英镑 而这个小金毛的这个建议呢 为此呢 他给小金毛算是一个奖赏吧 就返还给伦敦 1.3亿英镑 因为小金毛觉得 土地发展局 狗皮毛病 狗皮用都没有 养那么多人 这一拿到钱了以后啊 这个横贯地铁这事呢 那个那个那个团队啊 就是那个就赶紧订购了6台挖掘机 开始挖隧道 因为地铁啊 咚咚咚咚的那个 定的是2015年满工 应该说这个项目啊 真是波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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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从撒切尔夫人发起开始建 到现在已经过去30年了 应该说小金毛这时候呢 要想连任呢 成绩真的不错 想连任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不过呢 想往上 在这个正途上 再往上走一步 恐怕就因为现在这个公卖情曝光啊 直接搁浅了 几个月来啊 他一直还在犹豫一件事 就是能不能履行他的竞选承诺 当时呢 他不是说了吗 我要解决这个堵车问题 尤其在诺丁山啊 肯辛顿啊 有一些事情 但是啊 这个地区啊 他的商业和企业那些大客户们 或者小客户们啊 真的不乐意 你一想啊 他比如说我要疏通 你比如要进那里边 我要加费呀 或者哪些东西不让我进呢 那一定会影响那的商业的嘛 结果小金毛这个承诺 直接就黄汤了 哎 没想到呢 他这一宣布 哎呀 商人们高兴坏了 起码呀 自己不用担心自己的客流量没了呀 这堵车肯定也跟这个商业在这个地区特别好 肯定是也有关系啊 另外呢 就是他呀 呃 还一个承诺没兑现 就是当时他一直说 我要开设三家 呃 关于强奸的这个危机处理的一个中心 结果有一天啊 他正好刚 上班 停了那个把他那个自行车往那个栏杆上一停啊 突然这一看啊 卡米拉公爵夫人 来了 直接抓着他手说 咱俩上来 我好好谈一谈 我还真的 有时候啊 你不得不说 就是这些往事的公爵夫人们啊 或者是贵族夫人们啊 在这些方面 人家真是啊 下了力气了 这公爵夫人啊 直接聊了一个多小时 跟小金毛 就专门讲自己如何在17岁的时候 在这个火车上啊 怎么遭到了被人的这个 马上要袭击了 性侵了 他说当时我就是我妈叫我的 把鞋脱下来 拿那根 光光的打他那个蛋蛋 哎 然后呢 我呢 也不就说忍气吞声 直接就完事了 我直接去的警察局报的案 所以啊 这个危机处理中心 还有一个教人家怎么防这个强奸 这很重要啊 你只要你资助 把这两个强暴中心 给我强奸中心这个啊 你弄起来 我立刻去支持 我马上采取行动 我帮你 结果小金毛啊 就回来还跟他那个左膀右臂说呢 哟 这公爵夫人真的 好人哪 真的热情的不得了 他还有一次幸运呢 就是 其实这个连任啊 也在于那前任市长啊 阴魂不散 就是有点不服输 想呢 再一次的跟小金毛 较较尽 他还想当这个市长 那正好啊 这工党 大概也选不出别人来了 还是怎么着啊 他再次的成为了工党的候选人了 这下他想跟小金毛再打 小金毛就胜算比较大了嘛 再加上啊 正好啊 正好 2015年大选之前啊 卡梅伦是不可能直接就不要了嘛 这还能再任呢 作为伦敦市长小金毛 肯定会在这个2014年的这个奥运期间大放异彩的嘛 所以他一看啊 胜算是肯定没问题了 直接就宣布我要竞选连任 民调也显示啊 他只要选就绝对能赢 小金毛说啊 他会说服更多的市民 去积极的参与慈善啊 公寓事业 让这个伦敦啊 成为一个不那么自私自利的一个地方 而前任啊 也找不出他太多被攻击的地方 也只能说说地铁啦 住房啊什么的啊 感觉呢 就有点像在一个铠甲上边挠痒痒 因为小金毛这一段时间的成绩确实不错 其实在 一开始啊 他竞选的时候 还一个承诺 他也是失言了 就是他当时说 我绝对不会把那个售票处 就是那个售票停了啊 因为那里边是人工的嘛 我不会关这个的 结果呢 现在真的一看 这要砍下去几年50亿的英镑啊 他必须把这个 售票停给关了 其实啊 应该说啊 这么做没错 因为你知道 那时候 现代的各种卡呀 什么的手机啊 已经不 不是不再需要什么 还要去买什么实体的车票了吗 这样的话呢 如果他关了这个售票停 直接就可以省个4亿英镑 而 工作在这儿呢 差不多有800多个员工吧 其实是完全可以慢慢的去把那个过去在大厅里有一些协助乘客的呀 或者是怎么样的啊 这种人呢 哎 慢慢就替换掉了嘛 因为他比如那些人辞职了 或者是这个到年龄了 就慢慢就把这个就消化掉了 在宣认 宣布连任的同时啊 这时候地铁工会 哎 那个 有着极度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 这个Crow 带着这个 就因为你不是要关这个售票停吗 可得着机会了 宣布我要罢工 其实这个里边啊 都是政治 因为什么啊 当时这个 他们这个党 呃 不良 不是竞选失败了吗 其实就是一种 算是 要显示我这个党 还挺起作用的 当然他们也觉得呢 哎 这一下我可以 让你这个小金毛连任不下去 这工会 这要一罢工啊 那绝对就直接交通啊 就陷入瘫痪了嘛 小金毛就想了 谁的妈的 把工 我就解雇谁呗 当时他的这个下属啊 就是管交通的这个人 呃 当然他觉得呢 他不是说咱们歧视吗 因为售票的都是女的嘛 说我们就招更多的女性进来啊 对不对 让他们无话可说嘛 其实在这个赤手空拳啊 跟工会打呀 那简直都在英国都都打出血来了 血葫芦瓢了 首先那个撒切尔啊 先给 竖了一个标 呃 以前是一直被打的 就是抱头鼠窜的 但是这个亨瑞也知道 说你千万别去跟那个Crow 那那马克思主义者去聊去 只要你 让他进了你办公室 完了 你就绝对甭想让他走了 他走不了了 而且他跟你说的哪句话 你都别信 因为什么呀 他就根本就没想解决争端的事 就是想给你闹事 所以啊 你必须哪怕是虚张声势也好 怎么样的啊 你就得表现出你绝不妥协 而这时候啊 他不是正竞选连任的吗 那前任市长那个那个 前任后来大家也说他挺贪的那个 那个利贝斯通啊 也嘲笑小金毛 说你看你看你 连个工会见个面跟人聊了你都不敢 可是他也忘了呀 他任期内啊 纳工会罢工的次数多了去了 而且他哪次也没解决问题 小金毛啊 这时候啊 也觉得就有点跟那个萨切尔似的啊 就受不了了 这工会这个没完没了 一下这个全伦敦就交通瘫痪了呀 于是啊 他就促请这个卡梅隆赶紧通过一项法律 就是你这个要罢工啊 你必须是经过全体员工 百分之五十的赞成票 我才算你这个罢工合法 而不是说啊 比如说呃 今天我到场来 投票的人 我这里边比例超过百分之五十就行 大多数就行 你没什么 就好多人人家上班人家不愿意来参加 连投票都不来的 你这就确实他是说的也有道理啊 比如说我这个十万人 我这整个这个系统地铁里边 可能我今天我来投票的人 也就一万两万也就这样吗 啊你按这比例啊 就就直接就给我们决定就罢工了 这个不合理 呃所以这个法案还真通过了 呃因为他说的也有道理 就是他们这次宣布的这个罢工啊 呃当时就是因为这个法官还没还没过呢 啊当时其实就百分之十四的人过来投票了 你知道吗 等于什么呀就占整个的 啊不是就占整个的地铁员工的百分之十四 那离那个百分之五十一这不差太多了吗 哎就就这么着就通过了就罢工了 呃他提完这个意啊也就过了几个小时吧 呃大概卡梅隆对他这个建议太满意了 直接收了一个卡卡梅隆的一个短信 说到了五月三号啊你记得提醒我 我来帮你对你绝对有利 这五月三号是什么呢就是市长选举的日子 也就是说卡梅隆哎为了感激他提的这个建议 或者说怎么样的啊觉得就是小金毛 呃他喜欢了高兴了他要来帮小金毛助选来 那当然党的领袖这时候来帮你绝对对小金毛来说是天大的好事 而这个地铁的罢工啊也是循环往复 就是贪了哎谈判谈判完了又罢工贪了哎继续谈判反正就这么没完没了 而这时候呢也是因为这个小金毛也也也食言了啊 以前说这地铁绝对不涨价嘛 但是你这成本没完没了啊 你的地铁不可能不涨价 所以地铁票也在旁 呃应该说小金毛在这里边啊 在地铁这边确实被攻击的没话说 而这时候啊每年还有一个151英镑的一个社会福利上限 呃这个东西啊也让他这个很多事情啊举步维艰 其实就是说什么啊呃当时有一个报道的啊 就是有一个单亲妈妈嗯也没工作 但是呢生了六个孩子 这六个孩子呢还是六个不同的父亲的孩子 而他呢居然住着啊在这个肯心顿 有一个特别不错的一个区啊呃纳税人资住的 价值好几百万英镑的一个住宅 那照片让人家记者给爆出来了 那意思啊干吃福利呀 六个孩子的父亲也不负责啊 完了我们所有的纳税人替他养的六个孩子 你首先呢这个跟六个父亲啊这这这有点确实不靠谱 呃所以呢中央这时候啊也开始建议说将这个福利啊应该限制在 比如说你每年只能给你两万一 你甭管你是什么啊 因为什么呀就是大家很多老老实实干活的人觉得我天哪 这拿福利的比我过得还好啊 那肯定心里边不平衡嘛 呃卡梅隆当时呢也表示说这个纳税人啊就不该去补贴那些不肯上班的啊完了没完没了生的那些人 嗯应该说啊 其实就是因为这些房屋福利啊还有物价上涨啊各方面吧弄的有差不多有八万多的家庭不得不搬离伦敦的市中心 而这个当然这里边就有一些就是福利下受惠的那些人 比如说他呃六个孩子那补助肯定就不止那么多钱嘛呃就肯定拿的比别人都多的多因为他按孩子的数目来给的嘛 那他就能租一个特好的房子呃当然这些人可能一下子给降到了两万一了每年 他就得搬家了嘛 可是小金毛这时候呢就觉得你这有点太tuff太严厉了吧就开始批评 当然他这么说啊就是都是为了他的选票嘛 只不过呢他确实言论有点夸张了 呃直接在BBC的这个采访上啊就说这个卡梅隆啊就是科索卧室的大清洗 社会清洗 这比喻哪你想卡梅隆能不及吗呃据说卡梅隆当时就拍桌子了勃然大烈 两周以后啊呃正好卡梅隆呢 啊到小金毛啊当过主编的那个旁观者那个地方不有一个有一次是颁奖典礼他就给颁奖 哎呃卡梅隆就发威了复仇说啊呦你们这个杂志啊在写性方面认真啊嗯而且还经常获得这个赞赏 毕竟嘛你们在你们的这个办公室里这种事多了去了哈 这话的眼里就那意思你以前的那个那那那那主编那不是小金毛吗在里边各种的办公室里边这些呃户外情好几个人嘛不是都曝光的嘛反正就是调侃的意思都不是个好东西 完了以后呢所以你能写这些方面啊因为你们在这方面都这个出来拔萃了后来又专门点了一个啊说你们这儿啊还有一个主编叫 吉莫尔这吉莫尔啊呃后来也是当了议员还当过内阁部长 当时这个这个吉莫尔啊跟小金毛特别像就是也上一顿工学也上牛津大学也是个非常有魅力的 人啊呃妙于莲珠的但是他那时候是给萨切尔打工的结果萨切尔后来啊直接就把他给撵了为什么呀后来他自己说啊说我是把铁娘子给惹毛了就没事老说铁娘子坏话呗 呃卡梅隆举这个例子就说其实后来大家也都发现了啊就是这个人从此以后一蹶不振就这个人 那意思就是你小金毛你说话我小心点你把我党领导给惹毛了有你好吗你看见吗前面有个例子小金毛一听呢肯定是肠子都毁清了立刻就说BBC歪曲了我的意思 呃当然连小金毛周围的助手啊呃其实也注意到了卡梅隆拿小金毛啊有点不知所措 为什么呢这个这个小金毛啊他呃怎么说呢一会儿啊让卡梅隆喜欢的啊就跟兄弟似的你看就给他提那建议啊多牛啊 我一下把这些各种的地方的罢工好多我都能够解决了一会儿呢又觉得这小金毛啊就跟粘在身上的大便一样又臭又甩不掉你知道吗洗都洗不干净 但是呢他又不得不有时候啊非得纵容这个小金毛他这拿的没辙 因为什么他毕竟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光环巨大的资产 现在这保守党已经岌岌可危了对自己来说还是非常有利的